感謝天美真心 和我們兄弟姊妹 一個安息 感謝天父真神看顧我們弟兄姊妹一個安息 再當再起在這裡 再尊秀、享受、安息、勝利 我們今天早上邀一同在此 一同遵守享受安息聖日 所以再起想要說 孫親和幸好 做我們在信仰生活上面的宿客 早上小弟想用詩心與行孝 來作為大家在信仰上面的參考 我們現在春天的季節 現在是春季的季節 一年中間是說到的氣候 我們最初教他的祭職 說起來是在整個年度之間 我們最喜歡的一個節期 我們看到大地一片像我生姬 看到大地充滿了生姬 看著就覺得很輕鬆 感覺賞心悅目 所以四月到五月 所以四月至五月 不但是天氣很好 我們很喜歡 不但是天氣很好 我們非常喜歡 在我們生活中間 也包括溫馨的月份 在生活當中也充滿了新香的月份 溫馨 溫馨的月份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才有清明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剛過清明 我們華人差不多都用清明的端 在掃墓 我們華人大概都是用清明節的這個期間在掃墓 對於我們過往的親人來做一個追思 對於我們過往的親人來做一個追思 後果月就是我們的母親節了 下個月就是我們的母親節了 所以這兩個月的月份來說 對我們來說是最有溫馨的月份 這兩種的風俗與文化 這兩種的風俗與文化 我們去細細的思考 是超越族群的風俗與文化 這是超越族群的風俗與文化 我們看我們台灣地區也很多種不同的族群 我們也看到我們台灣地區有許多不同的族群 都是差不多在這個期間做這個掃墓的工廠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 在這個大概在這個期間做了掃墓的動作 對於母親節 對於母親節 這一定是世界性的日子 這更是世界性的這個日子 差不多如果自行發展比較文明的地方 差不多資訊比較發達比較文明的一些地方 都會做這個母親節的活動 都會舉辦這個母親節的活動 不會去這天的日子 不會去遺忘這一天的日子 所以我們感覺說這兩國月對我們來說 是有很好的提示 所以在這兩個月對我們而言 是一個非常好的提醒 尤其是我們有真神信仰的人 在這方面要多多來思考 尤其是我們有真神信仰的大家 對於這方面要更加的來思考 雖然我們說生養是神和活物的本能 雖然神是生養成為活物的本能 什麼樣的活物都會生團 什麼樣的活物都會有繁殖 都會繁殿 但唯獨人聖經有特別的記載 神造人的時候使人成為有靈的活人 跟其他的物種不同 與其他的物種有別 在創世紀一章的二十六節這邊有記載 在一章二十六節有記載 在二十六節到二十八節這邊有記載 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 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 所以神說 我要用照著 我的行商來按照我的優勢 做人 讓他們管理海外 是空中的照和地獎的情勢 和全地面地上所有的一切群庁 神造照自己的鄉鄉做人 乃是照著他的鄉鄉做人做路 神造受福祉 我們再看到第七節 我們再看到第七節 在第二章第七節這邊記載 特別重新的再澄清一次 神造人是用塵土 並且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了 所以人不但有神的形象 而且還有神所賞識的活氣 是有靈的活人 是一個有靈的活人 所以我們人也要思考 所以我們人懂得思考 我們要思想人生的定義 我們會去思想人生的定義 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我的人生意義為何 也會追求人生意義 也會去追求人生的意義 所以人不單單有神的形象 在外在的外貌 在外貌 更加有內在追求 更有內在的追求 有在追求人生意 聖結和尊貴的思想生活 追求人益聖結尊貴的一個生活 並且我們人有這個倫上 道德的生活觀念 並且我們人類有這個倫理道德的觀念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我們也想像用這樣做我們的人家 最好的嘲笑的追求 我們常常用此為人格追求 操守的一個追求 我們知道聖經是神 讓人來認罰醫的一本的記載 我們知道聖經是讓人來認識神的一個記載 接著聖經人會來認罰神 會來親近神 接著聖經人懂得認識神 來親近神 並且因此來敬畏神 並且因此來敬畏神 我們知道聖經是神所交代為義 我們知道聖經是神所交代的話語 不單是讓人來認罰神尊貴神的教訓 不僅讓人認識神來遵行神的教訓 我們最近都在推行家庭祭壇 我們最近都在推行家庭祭壇 我們很多兄弟姊妹家庭都用很認真來做 我們許多弟兄姊妹都非常認真的 依照進度的來進行 所以不論是我們讀的又是用操的 我們都可以從中來體會到 聖經讓我們很多的提醒來認罰神 另外一方面也在信仰生活教導上面 也讓我們有許多的提醒 要教導我們信仰真神的人 要教導我們這些信仰真神的人 在我們的生活中來展現對神的這種境中 在我們生活當中來展現對神的敬重 來顯示說我們真正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來顯見一個我們是真正有信仰的人 在聖經裡面我們剛才所讀過的經文 當神造人以後 在2章18節這裡就記載了 說神看那個人自己站去不好 說神看那人獨居不好 就替這個人做一個配偶 就為這個人來造一位配偶 我們都知道這就是人類家庭的開始 我們知道這是人類家庭的開始 一個婚姻的開始 這是神所設立所匹配的 對這個我們知道我們人類歷屬家庭的起源 從這邊看出人類家庭的起源 相信我們家庭這段特徑也已經有一段的期間了 相信我們大家在執行這個家庭祭壇有一段期間了 創世紀我們都是由創世紀開始比較多 尤其是我們大家應該都是從創世紀奉讀開始 所以我們如果從創世紀的五章第一節開始 所以我們如果從創世紀的五章一節開始 這段一直到三十二節裡面 非常長一直到三十二節這裡頭 這是記載人類十大先祖的記載 這裡記載了人類十大先祖的記載 這是記載由我們第一代祖先阿東一直到農阿 這段的血脈 這邊記載了從第一代亞當一直到第十代的挪亞這一段的血脈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人類 因為人漸漸躲起來之後 但是人類漸漸眾多之後 但是在生活上面 在生活上 敗壞了行為 所以神就為那個世代來憂傷 為了那個世代來憂傷 我們知道就是農阿的大罪 我們知道我們都曉得 這農亞的時代有大洪水 後來但是神的經過的各位 並沒有人願的停滯 但是神的拯救的計畫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因為我們世代阿東犯罪以後就要離開神的臉 我們十足亞當犯罪之後就要離開神的面了 所以從創世紀裡面我們看到開始神典開神救的各位 所以在創世紀裡面我們可以看出神展開了救恩的計畫 一直到創世紀的十一章二十七節以後 一直到創世紀的十一章二十七節以後 一直到十二章二十七節以後 一直到十二章第八節的這一段記載 這是希伯萊民族的成立 這是希伯萊民族的成立 後來我們在創世紀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在創世紀裡面我們可以看出 國族這些人的逐迫在聖經中占了很多的篇幅 各族的族譜在聖經裡面佔了若大的篇幅 尤其我們如果繼續看下去一直到歷代誌 尤其我們繼續看下去一直到歷代誌 歷代誌上 從十幾章都在介紹這些人名 俗譜 歷代誌上十幾章 用了十幾章來介紹人類的人名 以及祖譜 所以我們在古教聖經國中裡面 很多聖經的中 都有記載 很多的俗譜的記載 所以在舊約聖經裡面有許多族譜的記載 一直到新約裡面 他們這個逐迫要不小心 這個族譜的論述並沒有消失 一直到新約聖經這些人物裡面 他們知道說他們是希伯來人 他們是猶太人 他們曉得他們是 希伯來的人是猶太人 雖然經過幾千年的時間 他們幽願沒有忘記 他們仍然沒有忘記 這個逐迫、撩命、幽願 在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這個族譜以及血脈 仍然在他每一個人的心中 所以我們從馬太福音第一章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從馬太福音第一章 我們就可以看見 第一節一直到十七節 第一節一直到第十七節 用著很長的記載 在記載到主要所的基督的逐迫 也用著非常長的篇幅 來記載主耶穌的主譜 那是記載 從阿伯的漢記載到基督 這從亞伯拉罕一直記載到基督 如果在六家福音第三章 二十三節到三十八節裡面 如果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節裡面 一直到三十八節 一直到三十八節 那也是記載一樣對觀的主要所的逐迫 這邊也同樣記載對觀的主耶穌的主譜 耶穌主要所基督 一直記載到我們的神祖阿東 這是從主耶穌的基督的開頭 一直記載到亞當 有人看到這兩個逐迫的對焦 有人對比這兩個地方的主譜 裡面的人名都親像 有的不太一樣 裡面的人民似乎有一些不相同 有些感覺不理解的地方 有一些感到不甚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經過有研究有探討思考的人 但是經過研究探討思考的人 他說馬太福音所記載的是軍王的主譜 馬太福音裡面所記載的是軍王的主譜 那路加福音的記載是記載一些 現成人的主譜 至於路加福音所記載的 是記載一些虔誠人的主譜 所以路加福音裡面 有一些人 認為這裡不耐心不配的人 竟然可以立在這個註譜裡面 所以有人會覺得 竟然在路加福音有一些 不堪登載的人民記載在這裡頭 有一些蠟蠟 像是一些蠟蠟 蠟蠟 路德 如果在旧約聖經裡面 這些人都是不配做神的主民 如果在旧約聖經裡面 這些都是不配成為神的指名的 那是記載一些虔誠人的軸譜 所以這一段是記載了一些 虔誠人的主譜 看到這些軸譜的時候 聖經是怎麼記載得這麼清楚 看到這些主譜 會想說為什麼聖經會記載得這麼清楚 我們會想說 從我們自己的生活狀態的團成裡面 我們去想我們的生活狀態裡面的傳承裡面 就是我覺得今天這麼先進 這是這麼發展的時代 就像在現在 資訊這麼發達的一個時代 我們也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會重視這個事情 我們也可以看見 許多人都會重視這樣的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我們華人 並且不僅是我們華人 其實什麼樣的嚴重都一樣 其實不論什麼樣的人種都是一樣的 不論說他們祖先是老婆 他們的軸譜是對還是不對 不論他們的祖先留下的祖譜 對他們而言是對或是錯 說他們是什麼樣的子孫 說他是什麼樣的子孫 他們的祖先是怎麼演變來的 你的祖先是如何演變而來的 他們都會對順到 他們的這個家婆 但是他們都會去追尋他們的家譜以及血脈 有這種人性 有這種人性 有這種本性 有這種本性 人會去尋根 人懂得會去尋根 各種的人都一樣 任何的人都一樣 我們如果看我們生活周遭的親戚或朋友 我們如果縱觀我們生活周遭的親戚或朋友 尤其這些還沒有信主的親戚朋友 尤其是這些還沒有信主的親戚或朋友 我們如果去中華海邊 一些比較古老的家 我們如果去彰化的海邊 看到一些比較古早的家庭 或者是在村莊的一些大宅 他們的門櫚上面都會記載他們是屬於哪一省哪一區的 那是他們的薄脈的來源 也就是他們的血脈來源 我們如果不信主的人 他們當中所采的這些公媽牌 如果我們為信主的人 他們所樹立的這個祖先的牌位 他們也一定都會寫 他們也一定都會寫 我們如果上禮拜 如果有些比較久的這些夢中裡面 我們在上個禮拜 若有去比較早期的一些牧場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那個夢牌上面所寫的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墓碑上面所寫的 他們寫他們的祖籍 他們都會寫上他們的祖籍 他們也很希望他們可以光耀門櫃 他們也很希望他們可以光耀門櫃 希望他們可以光耀祖 希望他們可以光耀祖 這不夠是他們可以陰水輸完 他們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這不但是讓他們可以飲水濕源 曉得他們祖先是從何而來的 所以一個開玩笑這樣問 所以有一個開玩笑的這麼的問 我還清明最熱鬧的地方是在哪裡 所以問上說這個清明節最熱鬧的地方 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相信如果人家比較知道 人家說夢阿寶那天是最熱鬧的 如果比較清楚的都曉得 這個牧場裡面是最熱鬧的 對 清明那天最熱鬧的地方 不是那個賣場 因為人家都會心中隨隊外 每個人都會慎重追遠 會紀念自己的仙人 都會紀念自己的仙人 不但會紀念 而且會不少發費這麼多的金錢 並且會不惜多少的花費 我們可以看見一些經濟能力比較好的人 在親人離世的時候 如果在親人離世的時候 他們會做到很大堂很大堂的送禮 他們會舉辦一個非常大場面的喪禮 叫人來念經來敲渡 請人來誦經來超渡 這都是一個紀念的前人 這些作為都是來紀念他們的前人 甚至不惜花費 甚至是不惜花費 我小弟聽著 有一個人說生活哲理 這樣說 小弟曾聽有人說到生活哲理這麼的說 他說 借錢可以借給送家 他說借錢可以借給商家 要不然借給結婚的人 但卻不要借給要結婚的人 為什麼要借給送家 他說照常理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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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借錢的機會比較高 也比較緊張 要追回這個借款的機會比較大 也比較快速 因為他們要辦送禮 沒有錢就要借錢來辦 因為他們辦商事沒有錢 就要借錢來辦 這時候你借他 這時候你借他 他對你心存感激 他這時候對你心存感激 以現實面而言 人要離世之前都會花很多錢 人要離世之前都會花上許多的錢 因為都會被疲痛很久 因為都會有許多的病痛 不但不做工夫還要花很多錢 不但無法工作還要花費許多的錢 尤其在早期沒有健保的時代 所以花到差不多一人也已經離世了 所以在花到差不多也快沒錢的時候 人就離世了 但當他離世上市半晚之後 他就不再有任何的開銷了 家庭的生緣就可以去賺錢了 家庭的成員就可以去賺錢了 他心存感激 所以如果有錢他就行 他們心存感激 所以他們想到他們就會快要推還 但是若借錢給人結婚 若有人向你借錢說他要結婚了 那借去喔 你怕算說賣賢了 這借給他 你心中就要打算 可能無法歸還了 因為一個人而已 自己就吃得好 因為一個人 他自己可能賺的就差不多了 現在結婚要有兩個人要開銷 我看阿伯要向你錢的紀錄 比較多 但結婚了 現在兩個人的開銷 可能他們會歸還的機會 就比較少了 所以我們看這人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人性 人在已故的親人的上面 人在已故的親人身上 感應很多的花費 他們捨得花費許多的開銷 甚至注重淫貸 甚至注重淫貸 一個木造起來 可能上達數十萬或幾百萬 一個木造起來 可能上達數十萬或幾百萬 現在土壤比較少了 像用骨圍骨虎圍 現在土葬比較少了 以這個骨灰的塔位 我們也知道很多人用這樣做行銷 這個塔位我們也知道 許多人都以這個為行銷 一個甚至要幾百萬 一個塔位甚至要幾十萬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錢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錢 敢花這麼多錢 捨得花費這麼多錢 甚至讓人有機會來操作 我們想說現實的考量 我們想說這個是現實面的考量 這些人才活到的人 他們就想說 為死去的人上面 看能夠得到一些保備嗎 這一些活著的人 都想要在這些使者身上 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庇佑 看能夠得到好的地理 要得到很好的回報 看是否能得到一個非常好的地理 以及回報 當然我們無法排除這樣的因素 當然我們無法排除這樣子的因素 但是我們不要抹滅 不要把那種良好的人性抹滅掉 但是我們不能將這個良好的人性給抹滅掉 這種私親的人性 也就是這個私親的人性 這種對私的情懷 那種追私的情懷 我們要留意一下 我們如果去留意一下 如果比較有年紀的人 我們都會感受 都會看 心裡會看到 上年紀的人可能都會感受到 或者是會看到 離世的人 要不然信主的人 他們都會做記憶的方式 離世的人 這些為信主的人 都會做一個忌日的風俗習慣 其中的親人 剛才四對年的時候都會跟他們做記憶 尤其是親人剛離世的時候 他們都會為他們做上一個忌日 對 這除了不信金氣以外 這除了是民信以及禁忌以外 我們要想說這也是一種的教育 我們也可以去想說這也是一種 教育 一種教育 這樣還不信主的人 他們永遠在教育 他們的世世代代 這些為信族的人 他們能以此來教導他們 下一輩的世世代代 所以我們不能說 只想說他們這些人 就是為了這些 後來還有一些 比較多的好處以外 所以我們不能去想說 這些人想要得到 這些其他的好處 其實我們去了解他們 背後的我因素很多 其實我們去深度了解 他們的背後因素其實非常多的 良好的人性表現 這良好的人性表現 其實我們也在做到不是 其實我們也是這麼的做 豈不是嗎 雖然時代這個 走到這個地步 雖然時代眼鏡致詞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親人 也是很懷念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親人 也是非常懷念 我們也都做這些懷念 這些動作 我們也都做上這些懷念的動作 像每一年 我們南大同教會 懷親園 懷恩園 都會做這些對手的活動 尤其是我們教會在 每一個親民節 都會在懷親園 懷思園做上一些活動 雖然現在雙重的方式 聽說很多種多元 雖然現在商葬的方式 有許多種類也非常多元 但是大多數人 以為要用骨灰塔 這種形式來做安地 但大部分的人 都以骨灰塔 來做為他們的安置 表示我們對我們 以骨的親人 一種的懷念堆疏 表示我們對已故的親人 的一個懷念以及追思 聖經給予我們的知識 聖經給予我們的知識 馬太福音22章 那裡記載 馬太福音22章 這邊記載 人死以後 變成靈體 人死之後 變為靈體 不會變不能倒回來 不能再返回 不分男女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在傳道書九章十節那邊有記載 在傳道書九章十節那邊有記載 說你如果要做 手一動作 趕去做 若你能做的 你就趕快去做 因為你將來離世以後要去的地方 因為你將來離世要去的地方 那個陰間 在那個陰間 傳道書那邊說是沒有工作 沒有妄選 沒有體識 沒有體育 在傳道書那邊記載 是沒有工作 沒有知識 也沒有智慧的 我們有聖經弟兄弟姊妹 我們有聖經知識的弟兄姊妹 我們對我們一國的親人只有紀念 我們對於我們已故的親人只有思念 所以對親人的思親 所以對於親人的思親 這也是神給人善良的本性 這也是神給人善良的本性 是給人的音性 是給人的一個人性 聖經裡面我們還說過 在聖經裡面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在讀經的時候是否有留意這些事情 我們在讀經的時候是否有留意這些事情 在創世紀十一章裡面 我們可以看創世紀十一章 我們可以來翻閱創世紀十一章 我們可以來翻閱創世紀十一章 我們來看到三十一節 到三十二節 在這邊記載 我們相當熟悉的經文記載 我們相當熟悉的經文記載 希北來民族的成立 希北來民族的成立 在十二章第一節到第三節記載 在十二章第一節到第三節的記載 神再次地呼召一次 神再次地呼召一次 神再次地呼召他一次 但說十一節很記載 神再次地呼召他一次 難道在十一章這邊記載 神再次地呼召他一次 應該不是 為什麼亞伯蘭會在哈蘭住這麼久 一直到他的父親離世以後 所以讀經的人就有許多的聯想 為什麼神在十一章裡 就開始呼召亞伯蘭了 為什麼神在十二章第一節 又再次地提及一次呢 為什麼在十二章第一節 又再次地提及一次呢 難免讓我們有聯想 而他與他爸爸他拉有關 是不是他們來到哈蘭這個地方 甚至他們來到哈蘭這個地方 因為其他的生活 如果是他們爸爸不方便 甚至不願意 要繼續走 是不是他的爸爸不方便 或者其他成員不願意的來行呢 所以我們不能不排除這種因素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這樣子的因素 所以在三十二節記載他拉過世之後 十二章第一節 神再給阿伯蘭提醒 再到哈蘭這邊 在十二章第一節 神再次地提醒呼召亞伯蘭一次 這也可以讓我們想到這是不是親情的緣故 再來 這是阿伯蘭的兒子 接續這亞伯蘭的兒子 伊撒 伊撒 這伊撒的人個性 對聖經來的因素 雜經來講 伊撒的個性 以聖經人物的查考來看 比較軟弱型的 比較像是一個軟弱型的 但是他非常的順服 但是他非常的順服 他的順服在他的這個金物 是他金物的一個很好的點 他的順服是他一個非常好的特點 當阿伯蘭要給他憲罪時 他也順服 當亞伯蘭要將他獻祭 他也是順服 神現現跟他說 他也都聽神的話 神顯現向他說 他也都聽神的話 他的爸爸叫他的博人 等於他的父親找一個女兒來做太太 來他就這麼順服 他爸爸吩咐他的仆人 去為他找一個太太 這個太太一來他就接受了 他的個性說起來是很優惠人 他的個性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柔和的人 人若欺負他 他也沒關係 一直的退讓 不過他是一個真有親情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有親情的人 我們就看過創世紀二十四張 我們再來看過來 《創世紀》二十四張 當這個老婆人 當他的老婆人 他的老婆娶到立北家 他回來做太太的時候 當他的老婆人 到他的父家 帶了立百家回來 要讓他當妻子的時候 我們來看六十七節 我們來看到第六十七節 二十四張的六十七節 二十四張的六十七節 在這裡帶著警察跟我們說 在這邊用英節一節的經節告訴我們 這個伊撒對於媽媽那種思念的情形 這伊撒對於他媽媽的思念的情形 一直結婚以後才釋懷 一直到結婚之後他才釋懷 這是親情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情情 所以我們知道 雖然聖經記載到六十 所以我們曉得 雖然聖經記載的歷史 不過那個內容裡面 曲子要讓我們很多的提示 但這內容卻成為我們 許多美好的提醒 接下來伊撒的兒子雅各 接下來是伊撒的兒子雅各 如果雅各以聖經來看 如果雅各以聖經來看 聖經我們都會 我們讀了他 都會覺得雅各這個人 這算無神的祝福 我們讀完聖經都曉得 這個雅各非常羨慕神的祝福 他相當的看重神的祝福 這是他的優點 所以因為這個優點也得到 中主的祝福 所以他也因著這樣子的優點 得到了長子的祝福 不過他現時面的生活上面來看 但以他一個生活層面來看 他的兄弟伊撒會這麼快樂嗎 他的兄弟伊撒會這麼快樂嗎 他的兄弟毕竟沒有 那小孩這麼簡單就放他一碗 他的兄弟絕對沒有這麼簡單的 就放他一碗 所以他要到他的母宮去避難 所以他要逃離到他的母舅那邊去避難 剛才說要回家去找一個女主來做太太 為家靠 以他要回去那邊找他的太太來做為借口 其實他離開他的父親至少也有二十年 但是他失戀家裡親人的心並沒有喪失 在二十年後他感冒到生命的避險都回家 在二十年後他甘願冒著生命的危險回到他的父家 這都是一種親情的呼喚 這都是一個親情的呼喚 那個時候他回家的時候他老爸也不離世 在他回來的那個時候他的父親還沒有離世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親情的呼喚最重要 所以我們曉得這親情的呼喚 說起來是非常要緊的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是一樣的 在我們每一位的心裡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再看到以少 以少在聖經來形容 甚至信用聖經還要怎麼說 以少在聖經的形容甚至到新約聖經裡面的記載 在聖經裡面他給予這個 他拿到這個紅湯的之後 他其實也沒有紀念這個長子的名分 他喝完了他嘴巴擦一擦他就走了 甚至在聖經形容他是情欲的代表 親看神的很好的代表 親看神祝福的一個代表 但是雖然是這樣 但雖然如此 其實以少的人是有情有義的人 其實以少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當他的長子的名分被他的弟弟奪去之後 當他長子名分被他的弟弟奪走之後 他掌聲說我老爸死的時候我就去台外收弟了 他揚言要當我父親死後我就要殺害我的弟弟 結果呢 結果呢 當伊索回來的時候他是不是太太 當雅各回來之後他是否有追殺他嗎 沒有啊 其實是沒有的 他創世紀27章 他記載 在《創世紀27章》裡面記載 我們看27章 我們來看到27章 他說 他說 你去田野去打獵 來給我吃這些野味 我就給你祝福 但是 當伊索丘 鴨各騙 騙到 但當伊索他被雅各所欺騙之後 伊索很艱苦 他伊索非常的難過 但是你在想 當鴨各走去巴丹阿蘭20年的時候 但是我們想當雅各他逃離20年的時候 什麼人在照顧這個伊索 什麼人在照顧這個他的父親伊索呢 誰在照顧利百家呢 雖然利百家很不喜歡伊索 雖然利百家他非常的不喜歡伊索 他的父親也跟他弟弟祝福了 你看這個伊索 教上奉養這個伯母 我們看到這伊索 伊索他依然的奉養他的父母 若伊聖經來算 伊索他年老的時候 他那時候的年紀按照聖經推算 137歲 在27章第一節裡面 他年老的這個 以聖經推算大概是137歲 但是創世紀 三十五年二十八十 那些記載 當伊索四年的時候 他是180歲喔 但是在創世紀第35章裡面 他那時候的年紀大概是183歲 中間有43年 大概中間有43年 是什麼人在照顧 是什麼人在照顧呢 當兄弟們見面的時候 我們看他們的表現 當兄弟們見面之後 我們看他們的表現 在33章第四節那裡記載 在33章第四節那邊記載 當兄弟們見面的時候 雅各其實非常的驚慌 他們兄弟在見面的時候 雅各其實非常的驚慌 在他們把禮物往前送 奔作幾堆做頭情 並且分隊把禮物放在前面 家倦放在後面 然後他沒有騎太太的兒子做頭情 然後他是以他太太抱著兒子在他前面 他比較教他的兒子做上去下 他與他的兒子來做最後面 看他不是世面 如果要走比較有機會 如果看這個情勢不對 他要逃跑比較有機會 但是我們看到儀嫂的表現 但是我們看到儀嫂的表現 是抱著他來哭泣 所以是親情的呼喚 所以可以看出這親情的呼喚 再來我們說到約瑟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約瑟 他雖然不會經過很痛苦的一段 年輕的青春期 雖然他被賣 經過了一個非常痛苦的青年期 也不會因此來忘記了他的親人 他也不會因此來忘記了他的親人 當他曉得他故鄉在起床的時候 當他曉得他故鄉在鬧飢荒的時候 他就吩咐他的兄弟 趕快回去帶他的父親過來 所有的家眷全部帶過來 我必要養活你們 所以在聖經我們隨便在託 所以在聖經裡面 雖然我們在讀 到底有沒有讀出其中的 對我們的提醒 到底有沒有讀出其中對我們的提醒呢 還是只是記載中的歷史而已 還是只是覺得他們是個歷史而已 不管我們是託還是操 但不論是我們是讀還是操 要用在我們真的信用生活裡面 不對我們才有益處 要真正的將他們應用在生活裡面 比較有益處 這些親情的記載裡面 這些親情的記載裡面 聖經特別寫下來 聖經特別的記載 聖經的話都是很寶貴的 我們曉得這聖經的話都是非常寶貴的 聖經說是淨念的 聖經說是淨念的 淨念的 很寶貴的 這麼精神的記載 像是在煉經一樣 是非常精純的一些字句 所以託了以後 我們要真的應用在我們的信用生活上面 所以讀完之後 要真正的應用在我們信仰生活上 剛才我們拿過那麼多的實力裡面 剛剛我們所提及這麼多的實力裡面 都在把我們提醒親情的呼喚 是否定的寶貴 都在向我們提醒親情的呼喚是何等的寶貴 看看我們今天的我們的生活環境 反觀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 我們面對是很快速進化的世代 我們所面對的是快速進化的時代 這也是在聖經裡面早就預言的 這也是在聖經裡面早就預言的 在末世的時候 人必要來往奔跑 知識必要得到增長 我們現在生活不適合快速的轉變 我們現在生活方式快速的轉變 整個生活環境的形態也都轉變最快 整個環境的形態也轉變得非常快速 這就是差不多20年來 會贏過以前幾百年來的演進 短短20年裡面的演進 勝過了先前幾百年之間的演化 我們如果詳細地去思考 我們才感受得到 我們以前說有三代五代的團成的職業 但是今天又來講 但以現今而言 那種的職業已經很少了 這樣子的職業其實是非常少的 有家族企業 有家族企業 除非是非常有遠見的家族企業 這麼有前景的家族企業 非常有前景的這些家族企業 那不然主力是不會構成成人的這個職業 若非如此的子女是不會輕易去接續這家族企業的 我們看我們的家庭裡面是找幾個在接觸我們自己的行業 我們看我們自己家裡有幾個是在接續家業的 反正就怎麼說 那反過來說 主力對著現今的科技上市 子女對於現今的科技嘗試 對著今天生活的地績 對於現今的生活嘗試 對著現在的生活技能 對於現在的生活機能 是 我們最初一代的人是不會效的 對於我們上一代的人其實是不會的 我們比知道的比較少 我們所知道的其實比他們還少 因為這種情形的 也因為這樣的情形下 老爸媽甚至阿公阿嬤沒有經驗的團成 父母甚至爺爺奶奶都沒有經驗上傳承 因為我們七八十歲八十歲的人所團成的 因為我們在現今的生活中 我們情形下使用的 因為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可以運用的其實非常的少 所以沒有這樣的團成 所以就沒有這樣的傳承 以經濟生活來說 以經濟生活而言 以經濟生活而言 主力也不用再依賴使大人來給他們 給他們的主緣 子女也不再依賴而長輩所留下給他們的資源 留下來的也很少 但是現在年輕人所面對的生活 其實有非常繁重的壓力 這也是我們比較年長的人 是不能真正體育 這也是我們年長的人比較無法真正的體會 所以現在年輕人對於生活的壓力也是非常的重 老了一代身體能慢慢減弱 這上一代的人體力也逐漸的衰弱 所以北部翻電腦很多肉食 所以父母反倒成為了弱勢 因為體能也下降了 因為他們的體能也下降了 這很差別不能這樣說 有一個有趣的話這麼說 以前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以前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現在的現代小的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現在的人都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老大人在家裡 很糟糕家裡有長輩 要出去玩也放心不下去 要出去遊玩也無法放心 也不敢等一個老的店家裡 沒人總得吃 也捨不得將一位老人家放在家裡 沒有人主給他吃 一天身體三種種狀況 如果身體不好的時候 一天可能身體會有三種不同的狀況 黏他就要做病院 一下子要跑醫院 黏他這裡黏他 一下子要跑這邊 一下子要跑那邊 吃吃無法就要另外船 吃飯無法咀嚼就要另外準備 明明生活壓力都已經非常繁盛了 回家要放鬆一下還沒有那個放鬆的時間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吃這個 也是心有餘力不足 現在許多其實 許多年輕人也是心有餘力不足 有這種遺憾 有這樣子的遺憾 因為吃這個沒有時間 因為許多人是沒有時間 因為下班回到家都很晚也很累 因為下班回到家都已經非常的晚了 有時候因為狀況很多 有時候卻是因為狀況非常多 慢慢也沒有耐性 慢慢的也失去了耐心 剛開始還可以 但是人家說久病就沒有好住 久病無孝子 久病無孝子 漸漸的就會失去耐心 然後親情就慢慢疏離了 然後親情就慢慢的疏離了 你看到這只是我的證人 因為他視為這個是我的責任 做法就算多少 做多少算多少 做比較久的 有時候的抱怨 若一做長久的就會開始衍生的抱怨 生活比較好的 如果生活條件比較好的 送去安樂園 就將老年人送到安養院 集中看管 集中看管 當然有法度 這也是很好的養老的方式 當然這如果可行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養老的方式 不過一些弱勢的老大人 不一定都有這種條件 但如果是一些 比較弱勢的老年人 可能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針對這一個超高齡化的社會 所以針對這一個超高齡化的社會 政府也推出什麼長照 政府也推出了長照 讓這些比較弱勢的年長者 過一個比較有尊嚴的萬年 過一個比較有尊嚴的晚年 過一個比較相對尊嚴的晚年 但是我們有信族的人 我們不能忘記 但我們有信族的人 我們不要忘記 孝順孝敬是神的概念 孝順孝敬 這是神的誡命 出了去二十 出了去二十 已經提到十次 出埃及記二十章裡面提到的十戒 人倫的第一項 人倫的第一項 第一要點就是要好徑別母 第一要項就是要孝敬父母 帶到有應運的祝福的概念 這是帶著應運的一個誡命 一直到信仰宣經 以弗所書裡面也相當實際的經文 一直到以弗所書 我們一個非常熟悉的經文 這是唯一帶到應運的概念 這是唯一帶著應運的誡命 所以在禁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節才有說 所以在禁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節裡面有提到 父母老老不可以替他描述 父母年老了不要藐視他 要尊敬要溫柔對話 要尊敬溫柔的與他對話 不可讓父母來傷心 不可使父母傷心 用言語讓父母傷心是很無價值的事情 讓言語使父母傷心是非常沒有價值的事情 許多慰性族的人都有這樣的觀念 許多慰性族的人都有這樣的觀念 孝敬父母 以神的觀念來看這是不對的 因為父母對主力 我們如果做過世大人 我們就貼回 因為父母對子女 我們如果是為人長輩的 我們都有這樣的想法 為人父母對自己的兒女的付出 往往都是不求回報的 往往都是不求回報的 對 父母對兒女的期望 父母對兒女的期望 這跟付出都是無失的 以及付出都是無私的 而且是無保留的付出 並且都是毫無保留的付出 我們看到女孩有這樣的痛 人家覺得很柔弱 我們看到小女孩都非常柔弱 看到這些蟑螂 看到一些蟑螂之類的昆蟲 就會嚇得嘰嘰叫 但他成為母親之後 變成一個強者的角色 他就成為了一個強者的角色 孩子你絕對不可以合到 心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也要保護自己的主力 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也要保護自己的子女 對於自己的子女的栽培 不以餘力 對於自己子女的栽培 更是不以餘力 用到心力 花費心力 有的孩子比較沒那麼聰明 有些小孩也甚至沒有這麼聰明 作為父母的絕對接力 作為父母的絕對接納他 在他在失憶的時候 在他失憶的時候 給他各種的鼓勵 會給予他各種的鼓勵 對於自己的兒女 是永遠不放棄的 對於自己的兒女 是永遠不放棄的 這也是在聖經裡面 有給我們做一個提醒的 這也是在聖經裡面 有給我們做一個提醒的 在薩摩尔記下十八章裡面 在薩摩尔記下十八章裡面 大衛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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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小孩 鴨沙龍 他叛變要來殺害父親 他叛變要來殺害父親 最後神看不下去 最後神看不下去 讓死這個鴨沙龍被追殺 十八章三十三十 大衛在靠鴨沙龍 十八章三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大衛他為鴨沙龍 全自己不好狗 甚至要來犧牲自己 來成全自己的不孝職 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一段話 非常好 說作為父親的不敢喊淚 做母親的不敢喊苦 做母親的不敢喊苦 我們這些 爸爸媽媽是不是都這樣呢 我們在座的父母是不是都這樣子呢 為了自己的兒女絕對不敢喊苦 只希望他比我更強 只希望他比自己更強 只希望他比我更優秀 只希望他比我更優秀 他要比我更幸福 比我更快樂 他要比我更加幸福更加的快樂 是沒有忌妒的愛 是一個沒有忌妒的愛 所以聖經特別提到要孝敬 所以聖經裡面特別提到要孝敬 要孝敬父母的這種要求 所以在薩摩爾記下十九章的三十一節到三十三節有記載 所以在薩摩爾記下十九章的三十一節到三十三節有記載 當大衛讓他的兒子追殺的過程中間 當大衛讓他的兒子追殺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個大人叫做巴西萊 一個年長者稱為巴西萊 在大衛現在過程中 他帶了一些物資來給大衛 在大衛物資缺乏的時候 他帶上一些物資來給大衛 當大衛要再回皇宮做王的時候 當大衛要再返回皇宮做王的時候 他向巴西萊這麼說 他向巴西萊這麼說 說你與我一同回皇宮 我奉養你到年老 因為一些物資就要奉養這個老 就要年老 因為這些物資 他就要奉養這個年長者到年老 也成為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提醒 難怪他聲音說 台衛是下心心意的人 難怪聖經上提大衛是何神心意的人 有一段記載這麼說 有一段記載這麼提到 這很久以前我在佛祖的副刊上面看到 之前在報章雜誌上面看到的 有一個在北部生我一堆青年的家庭 有一對青年到北部生活的一對青年 他們的故鄉在南部 整個地方 他們的故鄉在南部鄉下地方 如果到放假了他們都會帶他們的小孩回鄉下去看他們的爺爺奶奶 如果到放假了他們都會帶他們的小孩回鄉下去看他們的爺爺奶奶 他覺得非常的忙碌 住民家不要說 這街坊鄰居就說了 哇這外甴雞吃好米 想要這樣 怎麼這麼不好到 他怎麼這麼不笑呢 他回來了讓老婆這麼這麼不笑 他們回來怎麼會讓他們的父母親這麼的操勞呢 後來這個筆者 他的捷語這麼寫 其實我不是要吃我們老婆做粿 她是百個獎 其實我不是喜歡我母親所做的粿 跟她所綁的肉粽 我是要看到我們老婆在做工作的快樂的心情 我是要看到我母親她在工作快樂的心情 甘願發人五次 她寧願使人誤解 這是好境的行為 這是一個孝敬的行為 也是一種的態度 也是一樣的態度 也是一個做人拼得人家在那邊 也是作為人格品性的一個整線 其實我們有兒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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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都是相當勁的 我們的兒女他們的眼睛其實都是許諒的 無形中也會有機會教育 無形之間也是會有機會教育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想 所以我們要好好思考 在親情的經營裡面 在親情的經營裡面 要怎麼讓我們的事大人 跟我們兩三代中間 可以吃好的人潤呢 要如何讓我們的年長者 與我們的下一輩 兩三代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經營呢 不但表現說 我們是有信仰的人 不但表現我們是有信仰的人 不但表現我們是有信仰的人 不可以讓得到神的祝福 更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我們以此來成為大家互相的祝福